要想去远一些的地方就更不方便了,开始时我还以为他没钱买车,后来另外一个韩国室友告诉我,他出过事故,驾照被吊销了。 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故,韩国室友也不知道,先生若是喝的更多些,也很可能丢了驾照。 什么时候能重新申请驾照,得看情节的严重程度。 在美国大部分地方,没车跟没腿一样,很多没腿的残疾人都是自己开车,不能开车的话,做什么都不方便。 所以想开车的话,最好的办法是不以身事法。 每次在家里开party,我都会准备一些低度的酒水,如果是自己开车来的,一般不去碰这些酒水,有的人会喝一点点,适可而止。 绝大部分人并没出过事故,也没因为喝酒被罚过,都是在自觉遵守。 软性的礼让,对道路的疏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。 有次我开车回家,过了一个路口,两条线会并成一条线,右边的一定要并到左边来。 我前面的那辆车死活不让右边的并进来,我已经让开了距离,右边的那辆车可以并到我的前面,那个司机却死活要并到我前面的那辆车前。 两个人谁也不让谁,我眼瞅着两辆车碰到了一起,虽然人没上着,但他们这下谁也走不了了,都得停在路边,等警察过来。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,绝大多数情况下,遇上要并到或换到的车,后面的车会故意慢下来。 让那辆车并进来,对后面的车来说也就慢了几秒钟,都是举手之劳,对并到的车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。 并进来后,车里的人会摆下手表示感谢。 如果不是在十字路口,停在路边等着右拐进车道时,右边车道上的车也多半会让一下,让那个车进来。 抢路的情况很少发生,给行人让道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 我住过的马里兰州,汽车要等行人,还被列入法律范畴。 没给行人让道,就算触犯了州法。 遇到危急情况时,更需要大家都能礼让一下。 有一年我们这里暴雨成灾,不少地方停电。 第二天开车出门,好多路上有刮倒的树干或刮下来的树枝,两三条线挤成了一条。 开过来的车没哪辆是争天恐后的,都是你让我我让你,或者自觉地排出一条车队。 虽然速度慢了些,但一辆辆车也都从路障边顺利地开了过去。 到了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,从四个方向来的车都不少,因为停电。 红绿灯不起作用了,但所有车都很规矩地在那排队,按顺时针方向转圈,一边过一辆。 马路中间并没警察指挥交通,但大家都一板一眼地,一直没出现堵灾的情况。 这时候哪怕有几辆车不愿按顺去走,肯定会乱成一锅粥。 每次发生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,就是没有了交通灯,路上依旧井然有序。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,你不让别人,自己也过不去,你让了别人,帮的也是自己。 五 美国的汽车很多,但高档车并没那么多,卖得最好的是丰田和本田。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,一个人的价值无需用开什么车来证明时,那更多的人会更在乎汽车的性能、价格,是否是自己喜欢的,是否适合自己。 相对来说,后来移民过来的人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青睐高档车。 有的人会买一辆二手的宝马,而不愿用同样的价钱去买一辆崭新的本田或丰田。 这样的选择,美国人一般会觉得难以理解。 有的美国人买车时也会想到买个爱国车,但这车是不是美国造的倒也无关紧要,对自己或家庭是否合适,比哪国造的重要得多。 有一年我们换车,先生说这次可以考虑买个福特车,支持一把美国车,我也不反对。 最后我们要在丰田加美和福特金牛座之间做选择时,先生让我把两款车都是开了一下,我感觉加美更顺手一些,也更顺眼。 就问先生是不是非得买个美国车,他马上说那就买加美吧,还给自己找了很好的理由,他说日本的丰田是在美国造的,美国的福特却是在墨西哥生产的,他还挺会偷换概念,照他这么理解,他最终买的也算是辆爱国车。 不少年轻的男士喜欢跑车,开着挺潇洒,自我感觉大概也不错,结婚后,特别是有了孩子后,就极少有人开两开门的跑车了。 随着家里人口数的增长,汽车也跟着由小到大,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一般会有辆面包车,起码能装下七个人。 无论是跑车还是面包车,像丰田本田之类的牌子,价位多半在两三万美元,人们在乎的是外形或大小,并不是档次。 中低档车跟高档车一样,在质量上是有保证的,车行把车卖出去后,也会对所有的车仪视同仁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 我来美国后买的第一辆车是二手车,那时候刚到美国,急于买个车学车考驾照。 两个朋友,一个中国人,一个美国人,抽出周六的时间陪我去买车,我也不知道要买哪种车。 其中一个朋友建议道,那我们就去中央大道,那里有很多车行,我们就一家家的往下走,总能挑到你满意的。 他们就带我去了中央大道,遇上的第一家车行是本田的。 车行里新车旧车都有,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,最适合我的应该是一辆半新半旧的二手车。 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圈,我觉得一辆墨绿色的车还不错,报价牌都放在车前面,是九千美元。 美国朋友带着我们试开了一下,他觉得还顺手,就让我试试。 我刚开出来就觉得这车对我来说太大了,更适合那个人高马大的美国朋友。 两个朋友都说没关系,我们接着往下找。 第二家是丰田的车行,我在那儿一眼看上了一辆紫红色的丰田花罐。 是个三年的车,因为里程数高了一些,只要七千多美元。 不到两万美元就可以买下一辆最新款的全新花罐。 车行已经重新喷了漆,里面也收拾得很干净,猛一看还以为是辆新车。 两个朋友轮番上阵,还把车开到大马路上试了个够。 评价都不错,我自己也是开了一段,开得很顺,感觉就更好了。 很高兴地买下了这辆车,还是用它完全学会了开车。 很快就拿到了驾照,但没过多久发现一个问题,我到车的时候,有时会听到一个声音,像是小鸟的叫声。 因为这车是在车行买的,有三个月的保修期,我就把车开回车行,请他们帮我看看。 接待我的维修员检查以后,说可能是后刹车的问题,给我换了新的刹车。 当时还没出三个月,连检查带换零件都没问我要钱。 修过之后,还真听不到鸟叫声了。 过了一段时间,这小鸟又回来了,我只好又开回车行,这次换了一个修理员,他又给换了另外的一个部件。 那会儿已过了保修期,本来让我交差不多200美元,但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在保修期内就出过。 因为没修好,我才回来的,他们就免掉了修车的费用。 修过一段后,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听到鸟鸣声,我慢慢的习惯了这个声音,就不去管它了。 只是每次要开车出远门前,我的神经就紧张起来,只好再回车行。 希望它们能把这个小鸟给打发走。 这样在三年的时间里,我大概回去了五六套,每次的维修都是免费的。 那只小鸟总是走了又回来,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。 好在车行的人向我保证开车上路没有问题,那几年车子也确实没出过问题。 我搬到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城市后,不可能再去那家车行。 在新的地方车检时还是能听到鸟鸣,但做检查的人说,车子的各项性能都很好,车检都过了。 我好像也就没有理由跟那只小鸟过不去了。 后来换了辆新车,要把这辆车处理掉。 有的人会把旧车捐给需要它的地方,我先生用过的一辆小型卡车,就给了一家教会。 他们可以用它装运东西,我也想把这辆车捐出去,但这种小车装不了太多的东西,没找到需要它的地方。 有个还在读书的中国学生说他的车太老了,想要我这辆车,我就决定把车送给他。 后来他又改了主意,我只好把车开到丰田车行,我的新车就是在那买的,都是丰田车。 本来我买新车前可以在那处理掉这辆旧车,折出来的钱可以用来买辆新车。 但车行的人很好心地告诉我,我把顺序弄反了,先买了新车,再来处理旧车,我就不如先处理旧车拿到的钱多。 他建议我去旁边的那家CarMax,把车直接卖给他们,可以多赚些钱回来。 我听了他的建议,跑到那家CarMax,告诉他们我想把车卖给他们,还告诉他们这车没出过别的问题,就是到车时有时候会听到声音,像是鸟叫声。 CarMax的人说没关系,他们会检查整个车的状况,一个多小时后,那人回来了,说价钱已经估算出来了,2000多美元,问我卖不卖。 我当然说好了,又不放心地问了一句,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?会不会对买这个车的人不好? 他说他听到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但车子的状况还是很好的,完全可以忽略那个声音。 那只小鸟在我这里成了永远的迷,这时候,我想起了我买这辆车的那家丰田车行。 每次我回去,他们都认真对待,既然这辆车没有大碍,我开车出门时,他也从没给我惹过麻烦,而且那声音很小,也不刺耳。 还不是每次到车时都能听到,有些人大概根本就不去理他,是我怕车子在路上出状况,才这么神经过敏。 本来车行的人几句话就可以打发了我,但他们对待这辆几千块的二手车总是尽力而为,当然开什么样的车要看自己的喜好。 若是自己特别喜欢也有能力负担得起,买一辆高档车也无可厚非。 但最大的快乐不该来自于开了什么样的车,而是能拥有这种交通工具,可以开车出门方便了许多。 生活内容也丰富了许多,可以享受到这种便利带来的更多的快乐。 五,感动。 都是些很普遍的小事,似乎不足介意,很多人记住的,确实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 给朋友玉玲打电话,她现在在上海,十年前在美国生活过将近一年,我们在这里相识,成了很好的朋友。 说起那段在美国的生活,玉玲问我,你还记得吗? 有一次我们两个在雪地里互相照相,有一辆车从我们身边经过,又倒了回来。 有个美国人下了车,问我们要不要帮你们照张合影。 我当然记得,那一次玉玲和我的一些合影,都是那个陌生的美国人为我们拍的。 还有一次,玉玲接着说,我搭朋友小杨的车去买菜,车开在半路上不动了,小杨忘了给汽车加油,油箱全空了。 后面的一辆车大概看出我们遇上了麻烦,也跟着停了下来,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。 得知我们因为没油了,开不了车,他马上打开自己的油箱,找了个矿泉水瓶子,装了汽油倒进小杨的油箱。 玉玲在那一年里,有过许多的经历,美国让他念念不忘的,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事。 无独有偶,有一次去为一个朋友送行,他即将回中国,几个中国人坐在一起聊天。 说到美国最让我们感动的地方,竟然也是一些小事。 凯说,他在波士顿读书时,开车从学校回公寓。 进屋过了一会儿,才想起自己有可能忘了关一个车灯。 跑回去一看,果然如此。 他还发现,汽车雨刷下压了一张字条,上面写着, 我看到你的车灯没关,但不知道你住在哪里,无法通知你。 如果你回来时汽车没电了,我可以用我的车拉动它,我就住在附近。 地址是,岩说,他家附近有一个很小的便利店。 有天晚上,他跟老公想买点零食,已经是快关门的时候才进了那家小店。 两个人正在翻找,灯一下灭了。 大概是店主准备关门回家了,岩赶紧嚷嚷里面还有人。 店主重新开了灯,他们付钱时店主说这些食物都免费送给你们, 因为过意不去,刚才他们还在店里找东西时就灌了灯。 灰说,他买了辆二手车后的第一个冬天,冰天雪地时开车上路,没有经验。 车子打滑时没掌控好,连人带车,翻到了路边。 金魂未定时,他最先听到的是一些刹车声和奔跑声。 他还没从车里爬出来,有些人已经赶到了他的车边,急切地问他伤着了没有。 大家把他弄露出汽车,还有人为他打了报警电话。 那是早晨上班的高峰期,这些跑来帮他的人可能正在赶着上班。 我想到的也是几件小事,有一次去美国的历史名城,李世满看朋友。 我们两个一起出去买东西,突然间下了倾盆大雨。 朋友把我放下,让我先在屋檐下躲雨,他去停车场停车。 我的身后是个发廊,他们的屋檐挺宽,多少为我遮了风雨。 这时从发廊里跑出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士,看样子是这家发廊的主人。 我心里有些忐忑,毕竟我不是来理发的,站在人家门口总不是个事。 那女士却温和地对我说,雨太大了,你站在外面会淋湿的,快进来多多雨吧。 我跟着她进了发廊,她让我坐在沙发上,等雨停了再走。 然后就到里面忙她的事情去了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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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